全球创新科技持续进步 带是我们的生活 面对快速变化 创货企业家的商业智慧和创意思维 为世界带来重大转变 香港青年协会获罗贵祥基金赞助 连续三年退出创货N世代 培育具有潜力的青年 提供实践创业理想的机会 学习创业知识 增强创科技巧 在过去的三年 计划成功为121支创业团队 共205位青年 提供了43堂实用数码营商培训课程 以及360次专业创业咨询服务 亦都为18个优秀项目 提供高达180万港元创业啟动金 免费办公桌租用及创业支援 帮助他们做好创业准备 拓展业务 踏入第三年 创货N世代入选的6个优秀项目 已经顺利诞生 每个项目获10万港元创业啟动金 两年枯化培育 和创业支援服务 在颁奖典礼上 嘉宾和一众得奖青年交流 了解各个创科业务方案 科技是最主要改变人类生活习惯 进步的一个来源 香港亦都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支援 创业本身就是要有一个排除万难的斗志 相信大家继续努力继续推动 希望见到大家有更多的成果 to our new generation of techpreneurs I commend you to lead AI with the creativity and empathy that is uniquely human and take each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succeed 他们展现了坚毅的精神 尋头创新后迷突破 这个是正正我们香港青年业会 希望能够培育的年青人 为香港的创科发展近进一步 六个优秀项目各有特色 包括 我是Dr. Terry Choi 我成立的公司是Bioflow Innovation Limited 我一间公司研发的是物质筛选 用微量的技术 希望可以在医疗检测方面 去降低这个成本 实现全民健康 我希望我的创业例子 可以激发到更多的在学青年 可以令到他们变成创业点子 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回馈社会 我是JupJup Zero Waste的Rosie JupJup Zero Waste是一间环保科技初创公司 我们利用黑水芒消化有机厨余的特性 开发出处理厨余的模组化回收系统 未来月底我们会有一个模特 会放在领展的Sustainable Lab那里 作为一个长达八个月的展览 All bites are nutrients 我是Michael AI的Morris Michael AI是一间medical AI start-up 他会将我们自己研发的AI技术 投放在视光中心和眼科诊所 我们协助视光师和眼科医生 尽早治疗和预防 我们香港市民的眼科疾病 提早发现及早治疗 长远保障 Ouelo是一间在2021年 由六位中大同学成立的公司 为主要发展一个用于医疗教学用途上的 Free掃描和应用软件 我们希望将解剖学带给普罗大众 令到不单只有JIP人士可以接触到 一般市民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学习得到 令到3D模型可以普及化 以创新引领 以教育改变 我是Candice 我是Porship的创办人 Porship是一个草物社区的平台 让主人一路去玩 一路认识朋友 随时随地和身边发生的事实事互动 亦都可以让他们找到针对自己宠物病征的兽医评论 PASSION PURPOSE PETS 我是SkyBotics的Dickson 我们既团队主要来自中大和港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做一个接触式的无人机 给建筑业界做外场的工作 我希望我们的机械 慢慢有更多不同的应用程式 可以一步一步取代到现在的高空工作 如果凡事顺利代表创生不足 就算失败 都要坚持 我们特别多谢各位专业评审 在两轮面试里面选出优秀项目 其实参加创方N世代 除了十万元的资助金额之外 我想更多的好处就是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coaches 去帮助初创企业去发展 对自己有信心 并且将我们的创意就不要收藏了 坚持自己的梦想 相信自己的初心 维持自己的目标 其实是做创科必不可缺的一个要求 有一些的挫折反而对创业 对那个 business 之后的成长 是会更加好的 经历过这样的比赛 你自己重新想过idea 怎么都对自己创业的路上有得着 希望他们可以用他们的 那么创新idea 透过他们这个研发的过程 可以令到大家多些讨论空间 学习空间 很高兴见到很多很有活力 很创新 很有概念 很有vision 的队伍 我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会成为我们香港 staff 的新血 为我们香港各界 亦都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很期待见到这些产品 在香港里面出现 我们再次冲心感谢社会各界的支持 香港青年协会将继续为 有意投心创科的青年提供机会 带领他们开拓新相机 展开创业新里程 老 astronom小伙伴 社会主持人 带领他们开创新台 香港联系 中文小伯母 永荣 入空间